歡迎大家回到這個勵志在美國的Podcast 然後我們今天算是 這也算是劉美學長姐經驗談 然後我今天歡迎到我的大學好朋友 阿偉 Danny Yeah 哈囉 那我就請阿偉自我介紹一下 Hi 全世界喜愛這個勵志在美國的粉絲們 大家好我是阿偉 你可以叫我Danny 那現在Danny其實是在那個 他是 你之前是在New Jersey Institute Technology BN 對 然後你現在在Facebook工作 沒錯 然後你可以跟大家簡介一下說 你現在在Facebook是做什麼工作 對 我現在目前在Facebook是擔任Soft Engineer的職位 那我現在目前是在這個Messenger Growth Team裡面 做IOS的開發 好 所以如果喜歡Compure Science的朋友 就想要來攻讀朋友 或者是你對Facebook非常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Podcast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有 就剛好很剛好就是因為July 4th of July 然後阿偉終於有機會來這個Milwaukee拜訪 立志天秘小窩 天秘小窩拜訪 然後我們就 就有機會賺到這個Podcast這樣子 這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蠻好的 就是 就是 美國 常常我們會有一些這種 就是學生時期 或者是其實工作之後 然後美國有一些補訂價 我覺得說那個 嗯 我覺得跟台灣的感覺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 台灣常常就是 欸我們放連假 然後然後的時候可能 就是前面會補假補課 然後你去上那個課的時候 感覺是 或補班的時候會感覺不行 但美國就不會遇到這個情況 但是 我是覺得 在美國好像比較珍惜 就每一個 每一個小連假這樣子 然後 然後再 那個連假就可能會好好的安排 然後再 那台灣可能 大部分可能是工作 工作會比較累吧 所以連假可能就想休息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剛好你這次有這樣的機會 會來這邊練瓦琪玩 對啊 真的真的真的 對 然後比較不好意思的是 因為 我這次感冒 所以 所以我的聲音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這個阿偉要暴露在這個 感冒的攻擊之下 這樣子 在這邊 我Hold住 我Hold住 對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這次就想說 欸那個 之前有跟阿偉聊到說 這個 也許我們可以 可以這個 因為之前阿偉 大學 大學念完之後 就來這邊念研究所 然後就有一些 有一些經驗 然後 我覺得應該算是 我好像還沒有路過 Computer Science 的 因為剛好沒有人 就是 我認識人沒有是 Computer Science 會畢業的 對 所以你就算第一個 這樣 我覺得 因為台灣留學生很多人 都在這個領域 就是想要來美國念這個 然後我覺得大家 其實 我覺得常常大家 在看留學版 可能就是會被神人嚇到 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我覺得 以每一個人的案例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可能 可以給大家一些鼓勵 這樣子 就不要 不要 就當然那個什麼 該努力的努力 但是不要被這個什麼 PT的神人嚇到 這樣 就是還是 大家還是有機會讓你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子 是的 所以 阿偉跟我其實是在 高雄大學認識的 沒錯 我們是那個什麼 最早是 中醫社嗎 是這樣嗎 還是中醫社 對 可是 我記得還有這個 這個 校友會 中友會 可是你 你不是熊友會 你有參加中友會 那時候 那時候好像 我不知道是什麼 狀況好像也是 朋友邀請的吧 反正就是 其實 其實這種友會 他們各地區友會 也不一定是只有 就是 當地層的參加 所以我可能也是很歡迎說 帶一些朋友啊 什麼一些 所以 好像是在那個中友會一開始 因為 我覺得還比這個 中醫社還更早 再更早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對 因為中友會應該是 一年級的東西 對 對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好像就已經有 就是 九養大名的 那時候 爽科就已經其實是 校園風雨的 說實話 大家都知道這樣 對 我覺得中友會這個是 是台灣蠻有趣的 就是那個東西 因為 因為美國 美國就好像沒有這種東西 就是 美國比較偏都是這種 什麼 兄弟會 檢定會 對 兄弟會 比較偏偏 從各地區的 然後比較少 對 對 所以其實 其實我跟阿偉 算是認識 從大學 哇 大學畢業應該是 2013對不對 我到現在 2020 對 2020 這個 那個時候 那時候都不知道在 iPhone幾 有沒有iPhone iPhone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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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對 有緣啦 有緣 真的是 然後 那時候我跟阿偉 然後還有那個 現在在 Saint Louis的真好啊 我們幾個 就是那時候 就感覺是 比較常會活動 中醫設 然後我們自己 我們打網球這樣子 然後這個 對 後來就是感覺 應該是中醫設之後 會比較 比較多hand out 活動吧 我覺得 對 然後 不過大學畢業之後 我覺得好像是 大家也各自 往研究所方向前進 然後就 好像是 可能以後來才更新 彼此說 後來到哪兒去 這樣 因為我跟真好 就留在台灣念念 就說 然後你就那時候就決定要出國 對 留學 所以這樣的話是 因為 因為我跟真好 感覺是 我們其實一直有想法 但是 那時候我們其實想去日本 可是我們其實日文也不好 然後 那時候 那時候感覺就是那種 喊口號 就是那個想出國 然後但是沒有實際作為這樣子 然後 那像你就是 那時候 然後 碩士就決定要出去 那這樣是 是因為你大學的期間 有 有什麼樣的 就是有想法 讓你想說 你研究所會取 美國念了 我覺得 主要來想是 可能是這個 成長背景的關係 因為畢竟這個 就是我爸跟我媽呢 其實在這個 小時候可能在 灌輸的觀念就是 希望我可以就是 往國外發展這樣子 對 那 當然慢慢的去了解 去像是這些 可以看一些美國的這些影集 或是這個 電影 從這邊就會 開始萌芽這樣子 那 到最後 其實 其實我是還蠻早的 可能在大學 甚至可能 可以說 更早到搞我高生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 有要出國的打算 但是 大學還是在台灣 還在台灣 對對對 我那時候還有一度想說 大學就出去了這樣 你爸媽是支持你大學 就出去了嗎 那時候 他們其實也有想了一下 然後好像是聽說 在美國讀大學的話 是需要修一些 這些美國當地的歷史 美國地 會有一些類似 必修課 那這些東西 雖然是比較 可能對 留學生來講 是會比較難的 那而且 也比較起來 其實大學 美國大學 其實沒有這麼的好念 對 可能就是 跟這個電影 還是什麼 可能給的不大一樣 但是其實就是 好像是比較 壓力是比較大的 這樣子 對 所以到最後 而且大學 如果我進去的話 就先讀四年 就變成說 你要再讀四年這個花費 因為大家也知道說 其實在美國 其實這些 這些是美金嘛 對 花費真的是在燒錢 所以如果你在 你這麼早去 就再多 其實等於再多 再三、四年 對 那當然就是 可能這個考量下 就目前就是 還是準備從 還是研究所在出發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說 在台灣先念大學了 是的 然後再回到研究所的時候 等於說 雖然高中就有那個想法 但是其實 大學就決定在台灣念 然後繼續有這個想法這樣 沒錯 沒錯 而且還好 還好是這個 大學在台灣念 阿不然我們就不能是首歌了 喔 沒錯吧 這個是的確的吧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緣分 連這個package都沒有人 對不對 其實就找不到人了 對不對 這很難說 搞不好你高中就來了之後 然後結果 結果 我們還是會在哪個地方遇到 這樣子 緣分 不過這也是很有趣 不過對阿 我也是 感謝你最後留下來這樣 我們才認識阿偉這樣子 對 我覺得 對阿 我覺得這蠻有趣的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你後來來 就來選擇 因為大學在台灣念嘛 然後你那個 在美國念碩士 那你覺得就是 嗯 如果單純比較 台灣的 就是課程好了 課程方式 你覺得台美的課程方式 有沒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嗯 你是說台灣的大學 跟 因為像你的 你的 其實你的 大學算是念資訊管理 沒錯 然後你的 Masters 念Computer Science 你覺得 資訊管理跟Computer Science 算有點像嗎 嗯 我覺得 還是有些 還是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畢竟 資訊管理系的話 像我們大學 其實你的課程會 會把你切成一半 所以會有一半的 這一些是 關於資訊相關寫程式的 那 另外一半是 管理方面的 這個領域的 必修 舉例像是 產銷人發財 這些是管理 這些必需的 所以我們會計 經濟 我們其實都有修 所以其實 如果 資訊管理 會是比較是 一個綜合 但是 Compute Science Compute Science 就會比較偏重 就是可能是 寫程式 就科學相關的 所以其實 資訊管理 有牽涉到一些 商業的事情 是的 OK 那你覺得 這樣子 資訊管理 然後轉到Compute Science 會說 銜接上 其實還 蠻輕鬆嗎 還是說 其實是蠻辛苦的 我覺得 其實 沒有任何事 是輕鬆的 對我來講 我覺得 所有的轉變 或所有的選擇 都是一個選擇 只是可大可小 那 要追尋自己的方向 這是最重要的 我是覺得 這麼覺得 那 你可以說 選擇資訊管理系 讓人多了一個選擇 就是 我可以選擇資訊 或怎麼選擇管理 那 你也可以說出來之後呢 其實你兩個方面 其實都出了假 對 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 就不夠傳情這樣 是 兩個 樣樣通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考量 對 所以 主要還是要 知道說你要 往那個方向 那你那時候 怎麼會選擇說 資訊管理之後 要接 Compary Science 是的 我原本是其實這樣 就是在 大學那時候 其實也有想說 要不要直接讀職工 OK 對 那 狀況是這樣 也是詢問了很多的 這些學長姐 然後 可是我那時候 不知道說 這些職工的 這些課程 會不會 就是 讓我 受限 受限 受限於自己的 對 之類的 或是說 如果真的讀不喜歡了 那我還 連管理這條路都走不了 之類的這樣 所以 那時候 你可以說是一種 有點像退路吧 就是 讓我先 先退一步 先看看這樣 反正 就像我說的 我已經決定好要出國了 之後你速試 其實在轉 那其實 也不會 也不會到很難這樣 所以你覺得 因為當初念資管 就算是有助於 我聽起來還是感覺 是有助於你 確認自己 對寫程式是有興趣的 沒錯 然後你就 所以你就決定 我要公讀 Compure Science 是的 因為你這些必修裡面 你還是會學到一些像 計算機概論 你還是學到 這些程式的 這些技巧 一開始的這些 資料結構 演算法 這些都會學得到 所以 這些是一個很好的 Foundation 那慢慢的 你去磨練 然後找到自己的興趣 因為你會喜歡之後 你就會 更容易去 這麼講 去拓展這個領域 對 那你覺得 嗯 台美的客業壓力怎麼樣 你覺得 我不知道 資管 當初就是在台灣 你覺得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普遍 就是美國的研究所的壓力 是科研壓力蠻大的 對 沒錯 因為我比較沒有 比較的點是因為 我在台灣是沒有讀過的碩士 就是 我只能 我大學的話 對我只有的經驗就是 台灣的這個大學 跟這個 美國的碩士這樣的經驗 那 台灣大學的話 我覺得 比較多是在探索 我還是覺得是比較多探索 就像我說 不論是這兩個領域的探索 跟像是 參加社團 剛剛其實一開始有講到 對 這個 發展自己的興趣啊 然後 嗯 花時間在自己喜歡的信材 這是我覺得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我 比較focus 對 那研究所的話 在美國就 因為已經學好 學好這個Compute Science 所以 呃 怎麼講 我就會全身 全新投入在這個 這個領域這邊 那 課業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學校來講 Compute Science 是我們 就是算最熱門的 也是算排名最高的這個系 在我們這個學校來講 那 呃 課壓力的話 方面其實比其他系來講 是比較重的 那怎麼比呢 其實是因為 呃 可能每周都有一些做業啊 還是說要有一些project在改這樣 所以其實 我們的壓力好像 我覺得感覺起來是比較 比較重一點 嗯 對 所以你算是壓力比較重的話 你說大學部分還是研究所的部分 研究所的部分 研究所的部分 對 我也覺得說 嗯 而且研究所可能 因為你原本是不是 就是資工上來 也許有一些東西 是你要自己去 再去進修的 對不對 是 沒錯 對 對這個也是倒是 因為 我覺得 其實台灣 我有點不 不確定就是 普遍是不是這樣 但是美國 美國的感覺是 他未認定你已經有 前面的知識了 然後他直接從進階的 開始交易這樣子 沒錯 然後就要自己花那些時間 所以可能也許 你會覺得說 欸 來美國就是 欸 來美國很想 就是 好好就是 享受留學生活 可能去 課餘可能去玩什麼 但是有時候可能 你有很多時間 是要補 之前沒有學到的東西 因為也許 年齡預告跟以前 補太一樣這樣 對 這個心態是 的確是要 建立起來 因為畢竟大家出來 是這個留學 那目標就是留學 那其實 要 這邊也不是嚇大家 但是 其實 對我們來講 其實 並非生活 要想辦法事先生存 對 因為你有生存了 你有辦法 有這個能力之後 要所謂的生活 對 嗯 那我還蠻好奇 就是像 像我們大家 念研究所之後 是 在台灣普遍都是 直接大學畢業 上去 我們其實很少 是那種在職專班 就是在職之後 又回來念這樣子 或者說 在職期間回來念這樣 可是 像美國 我自己的狀況 我是看到蠻多 就是 來念碩士的 可能是 他可能是去工作了 然後覺得他需要數次再回來念 因為 因為畢竟美國學費很貴這樣 所以其實是 很好理解這件事情 這樣 為什麼沒有接著念 那 我蠻好奇說 比如說 Compute Science 你們班上的組成大概是什麼 大家是 大家其實是 欸 大學念完就接著念 念研究所了嗎 還是說 他們可能是 也許有些都有家庭 然後 他們都來自 譬如說 什麼樣的國家比較多 你覺得 我們班上 就我所知 我們的這個 學生是從印度的 來的是最多的 嗯 那 再來 其實今天則是這個 大陸生 OK 對 那在其他的就可能是 美國當地啊 或者是說 像台灣啊 像歐洲啊 等等 年齡的話呢 嗯 當然還是大部分 還是這個跟我們可能同名名稱 或相近的比較多 嗯 當然也遇到 嗯 也一兩個 或是 對 些許也是可能是 就是在 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再回來 類似當 我還記得一個當爸的吧 類似說也是可能家庭的人 然後再 在 還是在 因為我們是夜間部的 我們是晚上放課的話 那他們可以來參與 這樣 OK OK 那 我還蠻好奇就是 Compute Science 這個是男生 比較多在念的科系 還是女生比較多 在美國這邊的話 嗯 就我觀察的話 當然還是大部分 還是以男生居多 男生還是居多 對 所以這些電腦啊 還是說這些 可能你說這些 跟 寫成字反觀的話 我覺得我們這邊 我看到的還是以男生居多 嗯 所以造成那個 加州這個 這個 男生居多的狀況 這個也是 然後女生很熱門這樣子 是的 是的 就像台灣的這個租科 嗯 像科學區的話 可能還是這個 難多於你 對對對 對對對 真的蠻有趣的 那 就是像 像你們Compute Science的畢業標準 大概是怎麼樣 我們畢業標準的話呢 其實是這樣 就是 因為 我們學校是可以分為說 你要不要就是寫這個論文 通常一般選擇寫論文的都是 可能 PhD為主 那 如果你只是單純是Master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從修課 就可以拿取學分 那 我們的 這個 標準其實 也很 怎麼講 也是很簡單 簡潔明瞭 就是 要修滿這30學分 30 對 那 大概 一般人大概都是一年半到兩年 就是 修完 好像聽說以前有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 傳說人物神話 神人說一年就結束了 一年就讀完了 一年就讀完了 對 但是那個真的是 怎麼講 百年難得一見的練武奇才 我是覺得是這樣 對 但是一般人還是 一年半兩年這樣 他是沒有那個論文的嗎 一年那個 應該 對 應該不大可能 在一年的話 那基本上應該是不大可能 在寫這論文 我覺得 所以我們 我們學校的這個 大概制度是這樣 嗯 就是 如果沒有論文 就是修課 修完這樣 沒錯 欸那其實這樣 你們課還蠻多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 念碩士 然後不用論文 比如說舉例 我有一個 學妹 之前中興大學的學妹 然後 他是 念 物理 然後 他就念了一年 就沒有論文 就結束了 就一年而已 我就覺得蠻快的 然後 所以我就那時候 就一直有一個 感覺是說 啊不用說 不用錄文的 大概一年就可以念完了 然後但是 這樣聽起來 所以是你們的課比較多 才要修兩年 嗯 對 而且 對 應該不可能一年念完 對不對 我聽到就是那個 唯一那個聖人之外 其實基本上都 還蠻難的 因為 其實課的壓力 其實就是學分 因為很多很重要嘛 所以壓力都也是蠻大的 那 那真的 呃 除非是真的是已經有一些 呃 弟子比較好的人 才有辦法 我覺得我才有辦法可以 handle這個狀況 嗯 至少我來講其實是 比較難 嗯 那 像你當初畢業的時候啊 就是 你是怎麼決定說你要選擇到 加州去 他畢業之後 對 就是你畢業之後 你是 我是在 紐澤西 讀那個 對 然後 然後你紐澤西畢業之後 就到加州去 有沒有 呃 沒有 我其實 我其實有在台灣 呃 就是工作一段時間 喔對 你那時候有回來 對 我那時候有在 我那時候在這個租客 其實工作過一年 嗯 嗯 所以那個當下其實 其實是 你是決定 當下是決定先回台灣的 其實那時候呢 呃 也沒有說特別決定說 一定要 就是留下來 還是說在 呃 要去哪一個地方 或再回台灣之類的 因為 呃 我知道目前的狀況是 大家都會有這個 身份的問題 那我其實 呃 可能是我這個優勢 是我不擔心說 說我回不來 所以 永遠都有這個退路 所以其實那時候也是在 呃 呃 很多的選擇之下 那 呃 我在東岸那時候 其實也是有些找工作啦 但是 目前那時候 其實也沒有太多的這個 下文 這樣子 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我就是沒有得到 沒有得到什麼機會 所以就有回台灣 在租客 然後工作過一段時間 不過我那時候也想說 欸 其實台灣的就是 人家說台灣的西谷嘛 在這個租客 在新竹 所以我去看看這樣子 對 然後去了解一下這個 台灣的軟體 所以像那個 呃 如果台灣同學 要回台灣的話 你會覺得優先 他們可以優先 找租客工作嗎 還是你會覺得 台北可能 還是比較多 這個資訊科學相關的 這個電腦科學相關的工作機會 嗯 呃 我其實這邊有做一些 這個 這方面的這個研究 那我發現說 其實在台灣的話呢 租客是 新竹科學園區嘛 那它的 公司是比較多的 不過 還是比較偏向這個 可能半導體啊 這個 油彩機電啊 這個連發科 這些相關的 那以軟體業來講的話呢 租客是 的確是有蠻多的機會 不過 現在發現這個台北 這個 內 內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 其實我那個時候在 呃 呃 這些地方都有掩飾過 對不對 對 我就想起來說 那時候我們有一年嘛 在台中見嘛 周吉倫的什麼簽唱會之前的事情 對 接位還有 對 然後 那時候我就記得說 你那時候好像在公演院吧 沒錯 對 公演院 所以 你覺得像公演院這樣的地方啊 就是 嗯 會覺得工作機會 也許大家可以先考量 這樣 公家單位 還是 可能私人公司 你覺得會工作機會更多 呃 其實公演院也不算公家單位 也不算公家單位 也不算公家單位 公演院算是 傳染法輪 所以說其實他 他也算私人 就是 呃 中研院就是公家單位 但是 但是 公演院就是還 就是不太算這樣 欸 那公演院到底是 在 他是什麼樣的立場 他是 幫忙企業嗎 還是他是怎麼樣 比如說你 你當初的工作 他會去接政府的案子 那他也會幫助 可能地方企業去 這個 扶持 例如說可能一些 新創公司 可能是這個 呃 幫一些公司去找 解決 其實是都有的 所以他比較像 中間的 一個 呃 橋梁 我也這麼覺得 所以但是 他絕對不是公家單位 這是 這是一個可能 大家 我那時候其實是有這樣的相當的名詞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會覺得說 如果他 可能還不太確定他 想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先去公演院 公演院會比較好嗎 就是 他可能可以接觸到不同 公司的面向嗎 會有這個機會嗎 我覺得 可能還是要看單位 因為公演院裡面的組成很大 就是他有不同的這些中心啊 就是很多不同的住 所以其實 可能每一個的狀況是不大一樣的 所以 我 這邊比較難直接給建議說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 或者說 其實還有比公演更好的地方 對 這是可能 或者說 怎麼去衡量是好的 比如說 他是 你是看心智呢 還是說你是要看這個 Wook-like balance呢 還是說怎麼樣 所以這方面很難講說 是什麼樣子 那 後來是 在公演院院之後 是什麼樣的機緣 讓你有決定 說 我可能再回來美國 比較好 是這樣 就是我在公演 這一年的 這個 觀察下 那 當然還是以本人的 親自經驗為主 因為 我們在這個 單位上面 做一些 有一些 reorder 就是 發生這些事情 那 我們整個 組有調動 那 包含這個 可能 我們的長官 所以說我們的 主管都有一些調動 這樣 那 我覺得說 目前來講 可能這個地方 並非 適合我去發展 所以我才導致 我才覺得說 是不是要 應該要再去找下家了 這樣子 OK 我才萌生退役 對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剛好也是 約聘人員 所以我是那時候其實剛好是一年 那 也在那個時機點 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 也做了一些soul search 做了一些 就是 調查之後 還是 決定說 可能離開這個地方 對 所以公演院院 他的聘你進去 他的 算是什麼 title是叫工程師嗎 title叫做 應該是 應該是 就都是工程師嗎 因為有一段時間了 我記得好像就是 就是 網頁工程師 因為我那時候是負責我們公司的網站 就是變成約聘的工程師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 其實說穿了 為何是約聘 也就是說 可能這個案子 或這個project做完 其實說不定 我就不需要有我這個職缺的存在 那 我其實那時候也都做了一段落 所以說 其實 所有的事情也是這麼的剛好 就是可能那個時候 東西都弄得也差不多了 那 剛好又發生這個 改組的事情 然後 當然 他們也是有說 要不要問我要不要去別的地方 或就是別的 就是直接在院內去做 transfer 對 那當然 這個就是綜合說以上 就是整個 下來 到做conclusion 是我決定離開了 這樣子 嗯 那你 你後來就是決定回到 選擇 加州啊 是因為 是因為那個什麼 矽谷的關係嗎 對 沒錯 因為加州的話呢 一樣在加州 也有像 加州的足科 就像是這個 在矽谷也是很多的 這個軟體業的公司 畢竟大公司都在那邊 所以說 其實 回來也不施是一個選擇 對我來講 那 當然 剛 可能 我剛才也說到了 這個身份的問題 所以 我反而在台灣的這個身份 並非這麼次相 對 所以說呢 到最後呢 我覺得那乾脆還是先回去 就是回去 就是去加州看看 因為 之前我說了我在東岸找工作 那並沒有在西岸找 所以我想說呢 就在西岸試看看 所以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 我就把我所有 身上全部存款 全部換成美金 然後就這樣子 直接過 直接帶走 就這樣走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過去 就只剩一個人前我 也沒有 我那時候也沒有任何的 就是 就是你說 什麼朋友跟家人 在這個 對 不要說西岸 美國都沒有 對 所以算是 就是真的是 就是 因為那時候 一過去之後 其實 就是 真的是拼的 就是什麼錢都在燒 其實每天都在燒錢 那 當然就是你 越拖越久 就是燒越快 這樣 所以其實都是 所以我才說 這是一個生存法 因為每天都是在 一個監腦當中 這樣 對 對啊 我覺得不是很容易 就是 不管是來美國念書 求學 或者是來美國工作 其實都是遠離你原本在台灣的家庭 然後還有大部分的親友好友 對 舒適圈 這個舒適圈 你就會要脫離 沒錯 那我知道你 就是過去一年當中 有在疫情下找工作的經驗 對 你可以分享一下疫情下找工作 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嗎 其實 這個也是個滿有趣的故事 要這樣講 我在2019年 2019年年底的時候 在我記得是12月吧 那個時候 這個 12月20號是我 上 就那個工作的最後一天 那個時候其實 沒有人知道說 有什麼疫情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疫情 沒錯 那時候只聽到說 好像是什麼 不知道是 中國怎麼樣了這樣 那時候還沒有中國怎麼樣 中國也還沒對不對 那個時候還只 也只根本就 中國官方都還一直在封鎖這個消息 那時候根本就也好像 是到最後年底 我記得沒錯 如果是 大家可以上PTT找 好像是有一個 不知道是怎麼 哪個網友 然後還鄉民 然後去 就是 報八卦吧 然後爆料說 這個中國好像已經有一些 就是 一連串的這些 感染的 這個 的case 所以但是呢 從來沒有人知道說 2020 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所以我那個時候 也抱持著說 沒問題嘛 既然我之前在 剛來的時候我就找到工作 然後呢 到 2019年結束了 我甚至還有在 美國工作的經驗 那相對來講 應該是會在 會比較好找吧 因為已經有經驗了 其實 這邊也是要很注意 因為像 其實很多美國公司 不承認在別的國家的工作經驗 所以舉例 我剛剛不是說 我在公共醫院待一年嗎 但是呢 很多公司不承認這一年的資歷 所以你就領這樣子 對 其實你還是一張白衣 你還是在美國還是領經驗 所以其實 我說其實很多公司會是這樣看 這是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那時候 剛來美國的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找也是很辛苦 那 anyway 找到了到最後在19年 最後年底 離開之後 我在2020 打算重新開始 這是我一個新的人生 一個轉捩點 對 那就 轉捩點 就這樣遇到了COVID-19 對 所有的東西 一夕之間都變了 整個 全世界呢 籠罩在一個恐慌當中 呃 旅遊 還是這個什麼 餐廳啊 所有的這些 呃 可能休學娛樂 全部都 shut down 都是停擺的狀態 那 呃 就像我講的 我覺得就是一個心態吧 因為 畢竟 找工作 就是在燒錢 因為你沒有工作了 那你就等於沒有收入 那你就是 一簡單一句話就是 你每天在啃你的老本 那就只是看你可以啃多久 的意思這樣 那當初也是真的是 呃 陷入恐慌 因為所有的面試呢 很多都被停掉了 大公司呢 也 呃 不再招聘 可能2020 他們就 freeze了 很多人都是hiring freeze 其實那時候你可以搜尋 這些新聞是很多的 那 呃 我覺得 怎麼講 所以我 我覺得我算運氣很好吧 雖然到時候 可以有辦法進到這公司 我覺得是 我覺得 呃 一切的一切 我覺得都 真的都 呃 得來不易 嗯 對 所以要恭喜 恭喜阿偉現在在Facebook工作了 謝謝謝謝 在工程師 那 像當初 呃我就還蠻好奇 就是 因為畢竟 呃 像Computer Science的面試 就是 比如說你在申請 疫情當中申請 工作 會遇到面試 沒錯 那當然 疫情之前可能會有 會有實體面試 那 因應間就多了這個 呃 多了一個虛擬的面試 就是這個 這個Virtual 這個電腦的面試 那 那 大概Computer Science的面試過程是怎麼樣 呃 我先做一般的來講好了 一般的來說呢 其實是 就是 他通常呢 呃 看公司 主要還是看公司 不過我講的是比較 general 是說一般都會有這個 form interview 首先呢 呃 最早 最一開始當然是 HR先跟你聯絡 然後先set up好 form interview 嗯 那再來就是 呃 form interview的話呢 會是大概是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 看哪有幾個 session 那都會去 呃 在每一個小時裡面 就可能會有這個 呃 工程師考 呃 這個 寫程式的能力 對 大概是 呃 一般是考個兩題 這樣子 電話他也可以考 呃 對 沒問題的 因為我們其實會有這個 所以其實 這個是 呃 完全沒問題的 所以目前來講 呃 電話就是virtual的嘛 其實 對 那 第二部分 如果我這邊都過了 就會進到onsign 所以onsign的話 通常都是到公司 就是去 呃 直接面試 實體的 對實體面試 那compute science 一般基本盤都是大概要 四到五輪 對對對 我也有聽過六七輪的 其實都 都是 那都有可能 一輪大概就是一樣 45分鐘 半個小時的這個 session 那 呃 會考 會考你這個 你的 寫coding的能力 呃 會考你解決問題的能力 呃 也有 system design 也有考這個 這個 behavior question 都會問 所以就是 呃 看那天怎麼安排 但是會大概一整天 會是一整天的行政 那 因為covid的關係 所以我剛剛講這些 全部都改成 virtual 所以就會變成說 呃 很像是又有再一次的這個 封封interview 的感覺 對 就變成你不能面對面嘛 你就只能在網路上面 看兩邊 視訊 skype 還是說這個網路 zoom會議這樣子 然後去 對 然後去做這個 interview 所以等於說你兩種都剛好有經歷到 實體的 然後有phone interview 兩種都經歷到 呃 對 對 因為實體 因為美國shutdown的時間是在 2月 今天3月吧 3月初那時候 所以其實在1、2月的 有一些公司 我有在onsite過 但是就是 呃 我1、2月那時候是沒有拿到offer 然後就開始爆發了 爆發之後 之前約的一些 還沒有尚未進行的這些 面試 有些公司就停了 就是 就直接 pause 或是freeze 之類的 所以就很多 一大部分的這些機會就沒有了 這樣子 對對 所以就是 導致這個過程很進行 然後 呃 其實 我相信在美國的各位 應該有 能感同聲說說 因為shutdown in place 那面對這些未知的恐懼 這個病毒 我們都不怎麼熟悉 那時候還沒有疫情 還沒有疫苗的時候 所以其實 呃 其實對於這個 身心的這個創傷 我覺得是 真的是 蠻嚴重的 說實話 嗯 那像這樣子 呃 因為你有激勵過兩種 你知道現在 我們雖然 現在美國雖然 就是感覺狀況比較好 嗯 你知道現在 是你們已經回到實體面試嗎 還是其次的 還是兩種都有 現在 呃 如果我們公司的話 應該還是 還是virtual的 還是虛擬的面試 對 其他的公司 就看他們的狀況 這樣子 對 你覺得虛擬面試 比起實體面試 也有什麼好處嗎 還是其實實體面試 還是比較 你比較prefer的 如果我個人來講 我喜歡實體面試 因為我覺得 呃 面對面的感覺 人家說一句話 就見面三分情 所以 呃 面對面的感覺 我會覺得是比較好的 因為共同來這個 解決這個問題 實體 呃 虛擬面試呢 你就 就 好處是可能 你在家裡就可以 面試的 你就不受這個 地獄的顯示 對 不用交通啊 你可以直接 起床就直接面試 是也可以 呃 但是就是有時候 你就會 呃 有這個 這個 Internet Issue 對 或者說 Technical Issue 嗯 或者是說這個 這個訊號不好卡 這個Lab 有的沒的 所以其實這個狀況就 就比較複雜一點 對 所以當然如果 如果讓我能選 我會希望是 面對面的感覺 嗯 我應該也會 那 像你現在在Facebook工作啊 你你大概 我還蠻好奇 Facebook工作的 大概可能 比如說你是負責什麼部分 然後或者說 工作型態大概是怎麼樣 呃 我目前是在這個Messenger 嗯 Growth裡面 這個組呢 去做 呃 IOS Engineer 那我們這個組 主要是負責的就是 在用戶增長的部分 因為呢 呃 我相信在大家都應該 有聽過 Growth Hacker這個詞 那也是從Facebook出來的 呃 他們是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是 呃 當你創造一個很好的Product 那你要怎麼樣呢 讓 呃 更多人去使用 嗯 所以說呢 你要 呃 不斷的可能推陳出新啊 你要可能 呃 老個庫 呃 老顧客回流啊 還是說 要怎麼樣去吸引新的用戶去使用 所以這就是我們目前 我們要去 就是 呃 解決的 可是我們要去 這是我們的主要重點 那 呃 軟體工程師 就是一個 只是一個指陳而已 你 我就是用 呃 寫程式的方式去解決 就是一個手段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 這是我在 呃 目前我們的這個 公司負責的 那 呃 呃 所以你那個 我剛剛聽起來是 Messenger這個 Group 其實也有分說 是 IOS客戶 和 Android 客戶是這個意思嗎 沒錯沒錯沒錯 對 因為可能平台不同 可能在 嗯 IOS的 裝置上面的這個 App 或者是這個 Android上面的 App 那當然我們也有這個 網頁上 網頁版嘛 我說也有網頁 Team 對 也是都有網頁版啊 然後或者是說 我記得 Apple Watch也是有Messenger 所以都有Messenger 這個 App 嗯 所以就分成好幾個 Group 然後 就針對 比如說你就是針對 iOS對象 這樣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就是 但是大方向就是 希望就是 呃 這個 每日用戶可以增長 嗯 對 這樣你們是 每日用戶增長的話 你們需要 比如說 是要 想說 欸怎麼形象這樣嗎 呃 行銷呢就是 比較偏向是 Marketing這一塊 所以說你可能會有一些 Advertisement啊 你可能有些 Promotion 那這塊當然就不會是我們 最主要的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 工程師嘛 所以說工程師會有 這些想法呢 可能是利用一些這個 別的平台有的這些功能 去新增 或者是 呃 信用的流程 去做 去做這個 turn up 或者是說 這個 導入一個新的流程 之類的 所以這些呢 都有可能去 改變這個 對 那 呃 無論如何 我們在 我們公司呢 會有這些 做這些 實驗 experiment 去做分析 看看說 這個 改變呢 會不會導致 用戶真正的 再持續成長 那如果有的話呢 那代表說 你的這個實驗就成功了 這樣子 嗯 對 那你覺得像 你在目前在 Facebook工作 你覺得 你覺得工作環境怎麼樣 就是 給你自己的感覺 你是有 算是有 應該還不算 實際回到公司 對 應該說 正確來講 確切來講是 我還沒有進過公司 對 我從我 那時候面試到現在 從未進入公司 嗯 那因為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甚至連員工真的都沒有 你目前有 有消息說 可能 接下來會要大 回到公司嗎 有 之前 好像 最近有收到限制 通知說 可能 9月 10月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慢慢開放的 好像一開始從這個 10% 然後 慢慢到 50% 然後到100% 但你還是可以選擇再加 這樣子 他只是給你一個option 沒錯 沒錯 可以讓小薰回去的先回去 那 等到最後 都沒問題的時候 再 才完全開放 嗯 所以 也許我們下一集 可以 阿偉 等到 回到公司 真的 進到公司 工作之後 可能又有不一樣的 感覺可以分享 沒錯 可能體驗又更不一樣 我覺得 那你覺得 比如說像你現在身在Facebook工作 然後你也經歷過Facebook面試 你覺得 你覺得 假如說對 去想要去Facebook工作的 也許台灣學生 你覺得有什麼樣的建議 給他們 他們可能可以 也許 嗯 可能針對Facebook的話 他想要 針對Facebook的話 我會覺得說 當然 我們一樣的流程 嗯 這些算法面試 跟這個 新聞面試 跟這個 系統設計 這些都是 是一樣的 是必須的 那 我們公司會注重的 就是 要Clean code 就是 要Bug Free 所以說 你的程式要寫的 就是 要整潔 那 你要 就是要 當你想說 你寫好了 OK的那個剎那 你要 這個程式是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缺失 或 就是顯而易見的缺失 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覺得 我們公司的一個 這個算是特色吧 因為 我們公司強調是 Move Fast 所以說 這是我們的一個理念 所以 如果你能符合到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 這是對我們來講 就是 會對於進到這公司 是一個加本 嗯 那這樣 這個應該是 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啊 就是 所以像你這樣一路走來 然後到現在 你會覺得說 給當初的自己 就不論是 留學啊 還是工作的話 你會覺得 有什麼建議想給他們 嗯 嗯 我會覺得說 嗯 可能是 Follow your hub 嗯 就是 我覺得做什麼事情呢 可能都還是要 順應自己的 這個 傾聽自己 然後去了解自己 那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有很多事情 是不可控的 嗯 而且總是會有一些 這個什麼 中長期的規劃啊 short term plan啊 long term plan的 那 你看光剛講的 這個2020發生這個 黑天鵝叫音 嗯 這個COVID-19 導致所有的 全球經濟大停板 對 然後這個股市崩盤啊 還是有的美的這些 搞得人心惶惶的 也有很多很多人這個 生命一直受到影響 所以說其實有很多事情呢 會發現說其實是 完全自己無法的 可以做好準備的 那 能做的事呢 就是這個 嗯 就是 Go with the flow 然後呢 Eleave what it is 然後就是 Let's go sound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會是我 對於 可能之前自己 嗯 一個 嗯 我覺得是這樣 我也覺得是這樣 就是 在國外求學的感覺就是 嗯 我覺得盡力做 做可以做的事情 對 然後 然後剩下的就是 看遇到什麼問題 努力解決這樣子 嗯 就其實也是 也是 我相信你們工程師也是這樣子 遇到什麼BUG 然後去把它解決掉這樣 沒錯 對 就是我們今天的結語這樣子 好 謝謝阿偉 耶 謝謝阿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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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偉